现在咱们进入到了这辆车的第二排 首先也来谈谈它的空间 我现在坐在这里面 腿部空间有一掌的样子 头部空间也有一掌多 空间乘坐是没问题的 不过它的座椅我感觉 做起来是比较偏硬的 这个地方是皮质 然后这里面是这种 这种翻毛皮的感觉 但是是这种打孔的 而且这一块的面料 跟这块面料不太一样 腿部的重拖其实是到位的 不过做起来是偏硬的感觉 所以包裹性也没有那么强 中间这一块的话 把它扯下来看看 扯下来 这里是可以 这里可以打开 打开这里可以放水杯架 收回去的时候 这样收回去 会把它给吞上去 另外的话它这里也有它空调的 独立的控制按键 空调收风口在这个位置 中间部分的凸起还挺高的 凸起大概这么高 坐在这中间部分肯定是不舒服的 它网都看起来比较朴素 才能是非常老式的这种 鱼网袜的感觉 很像 旁边也是这样软质的包裹皮质的 上面有这样的一块 大贴幕 透光性还是不错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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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